大家好,现在是2019年的2月12号,温哥华时间的晚上10点钟。 这是梁浩东,在跟大家讲这个最近的一些新闻,然后去解剖跟分析这些新闻的内容对于我们的影响。 小弟现在用的是广东国语,当然我这种国语在温哥华中文电台讲国语的节目,讲了7年。 刚开头听可能会不太习惯,但是7年之后我发现温哥华的华侨都比较已经习惯了,他们都叫我梁老师。 今天我要讲的是两件事,看上去他们是没有什么官司,但是真正来讲呢,它是对我们中国、香港跟加拿大都有一定的很大的影响。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讲一讲我们加拿大这一个刚刚被那个被 resign, 其退的,我们叫司法部长,Minister of Justice,他的名字叫Jody Wilson,旁边是我们的总理小都老多。 那么,Jody呢,本来是司法部长,在前两天天之间,总理呢,就把他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没有任何的information,或者是 hint,提示把它换出来。 然后呢,换了另外一个司法部长,新的叫David Lamity,David Lamity是在加拿大, 他叫做Cubeck McGill University的一个法律的Professor,他是一个挺好人的Professor。 然后,在这件事上面,前两天我在广东话有讲过,因为这个David Lamity呢,他自己,头一天上班前两天,被问过,被多伦多的报纸访问他。 说,你这为什么要找你去做这个司法部长?他说,I don't know,没有idea。 然后,就问他,如果,孟王舟,这个华为的这个CFO,OK?的案件,交给你做最后的决定。 因为在法院判了之后,最后决定,要不要送交美国,还是由我们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决定。 部长问他,如果由你来决定,你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 David说,新的司法部长说,我首先考虑中家官司,外交官司。 那等于说,他的头号杂任,responsibility,就是要改善这个中家的关系。 听到这一点,大家知道,杜鲁多把他送到这个司法部长的位置,把周底拿下来,原因就在前里。 周底被骑退,这边的报章有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孟王舟舟是他保持中立,他不打算去干扰法庭的判决。 等于说,要送他到美国,就送他到美国。 但是自由党呢,不打算这样做,很明显。 因为自由党跟中国一直的关系都很好。 另外一点,就是周底小姐呢,就是司法部长,前司法部长。 他在处理一件东岸的很大的一件案件,SNC这家公司。 这个丑闻,他亚是保持一个司法独立,不打算去干扰他。 但是自由党呢,就给他一个建议,给司法部长建议,说, 要不要考虑,放这家大公司一码。 这等于说,让这家大公司不要被告,因为他太大了,他拼的人太多了。 这个是什么理由呢? 难道是公司大,财宏四大,就是你有钱,你就不需要被减控吗? 如果你被做了坏事,自由党就是要报这个观点。 所以,最近,你要看到我们加拿大的保守党的党领, Andrew Scheer, 天天都在批评自由党。 今年10月就是联邦大选,在这一件事上面很明显的, 因为自由党跟中国的距离走得很近,就是太近了。 包括前北京的祝华大士,William,他也是走得太近, 所以呢,被换掉了。 那么我们的总理杜鲁多,现在好像也是跟中国的关系走得太近了。 那会不会在今年的2019年10月联邦大选,他会不会被下台呢? 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一方面看见加拿大政府跟中国走得太近, 很想帮华为,很想帮这个孟晚舟女士。 最后,连司法部长都换掉了。 就想帮帮华为,帮帮中国,改善这个官司。 当然还有希望是把两个加拿大人放出来。 但是最后,可能放弃的,最后自己选择的, 就是自由党的直径的位置。 自由党可能就未必换出来。 同时也可能牺牲了, Sacrifice,加拿大的司法独立。 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件事呢,也是跟这个华为,跟这个中国有关。 这是这个欧洲的捷克。 欧洲的捷克呢,最近就被华为 控告,说你必须要把这个, 要捷克政府, 收回安全威胁, 说华为是没有安全威胁的。 要不然,要告这个政府。 那在解件事上面,跟刚才的, 我们家的总理,跟朱迪,这个司法部长被下台的, 跟中国的官司。 这是怎么样连在一起呢? 让我们来,大家讲一讲。 先了解捷克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 捷克,他在哪里。 很多网友可能都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 理解他的地理位置。 捷克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他就在这个小地方。 上面是波兰, 旁边是德国。 上面是欧洲。 OK。 那么呢,捷克就在这里。 他只有7万多, 还没到8万的平方公里。 你想一想, 什么叫8万, 7万8千平方公里, 什么概念? 就是, 一个级边是100公里, 上面就只有700公里。 很少的一个地方, 很少的一个国家。 人口呢, 1000万多一点。 他的最大的城市, 波兰格, 音乐很出名, 人口只有160万。 这么小的国家, 为什么, 怎么出名呢? 在这一件事上面。 首先不要小看他啊, 这个国家, 原来, 在全世界, 就刚刚, 自由度, 跟, 就排在加拿大的后面。 加拿大排全球来讲, 排第5还是第6, 。 捷克就是他后面, 什么? 全球免签证最多的国家。 这是加拿大, 跟捷克。 你拿加拿大呼叫, 跟拿捷克呼叫, 全世界以后超过170个, 170个国家是免签证, 包括美国。 你看捷克都厉害。 还有捷克呢, 就没有加拿大的好运。 捷克的历史是挺看乎啊, 就是up and down,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将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将之前, 1945年之前, 他是被Germany, 就是旁边的德国, 控制了。 到二次大战之后, 德国战败。 那么捷克又被苏联, 东欧共产主义所控制。 所以呢, 他是, 这个命运在那几十年是挺不好的。 然后呢, 到了一个1980年代的后期, 帕林围墙倒下来了, 整个东欧解散了。 那个时候呢, 捷克才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他走的是总统跟总理基督, 然后, 他也是, 联合国的一个成员, 是NATO, NATO, 北大共亚组织的一个成员 这等于说 它一直都是跟美国 跟西方社会 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国家 地理位置上面 旁边是德国 上面是波兰 上面是阿朔 其他都是在这个欧洲 基本上在中间位置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德国很多的 internet cable 就是wire cables 物联网的光纤 都是走到德国 最集中在德国 最靠近德国的国家 旁边就是捷克 所以只要把捷克拿下来 因为华为把捷克拿下来 它的物联网 你看 它的物联网 5G 就可以一刹几从捷克 旷散到欧洲 东欧 每一个地方 用最短最快的时间 比华沙还要好 你看波兰的华 波兰在捷克 华沙在上面 所以呢 在地理会计上面 在地理会计上面 捷克还是非常中心地带 因为这一次这样子 所以华为呢 什么地方都不先告 第一个告就告捷克 说你要把你说我们有安全威胁的这个论据收回来 要不要我告你 首先当然其他就是小国家 一千万多一点的人口 OK 然后 它地理位置也非常的重要 它比波兰小很多 比Hungary Hungary 小 所以呢 华为把它开刀 有没有效用呢 大家明白 这中国政府呢 一直以来的作风 它这个很奇怪的 你要告诉它 你做的不好 你改一改好不好 它呢 反而会更大声地告诉你 错不在我心里 好像 大家看新闻 美国那边有很多禁据说 华为偷了这些东西 偷了这些东西啊 人家都有禁据了 然后都告到法院去了 还有民事法庭都已经 你都承认了 然后人家再拿出来 告到那个criminal court 今天 中国出来讲话的 华春莹小姐 还是说 美国讲大话 这时候真的搞不清楚 他们在怎么样想的 没有 logic 完全是乱套的 什么概念 一方面 你中国 中国政府跟美国 在探讨 怎么样去摆平 这个中国跟美国的枚战 希望呢 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另外一方面呢 你要不承认你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 上了法院被判了 有进去的 你还是张开眼睛 讲相反的话 那关系 怎么样会好呢 所以 下一个人我们讲 中国跟美国的官司 特别是上月要之前 会不会加关税 我想我们等下一次再讨论这一点 那今天我们回到这个捷克跟华为的官司 那么 华为讲起去说要告捷克 你觉得捷克是一个全球排在最优秀最自由排第六的国家 他会害怕吗 他会就因为你说要告他 就允许你去弄这个5G网络吗 他是NATO的成员 联合国的成员 是美国哪边的老朋友 所以呢 很大可能 中共政府在这一次又打错算盘了 他打算找一个最小的一个国家出来 给他一些威胁 希望他可以远话 希望他可以听话 我觉得这个是刚刚相反 这等于我们看一些周星奇的电影 里面有些时候搞笑 周星奇在选 挑选一个对手出来跟他对打 还有挑一个最小的 谁知道他站起来很高 所以有些时候 你眼中觉得人家小 其实人家并不小 这个也是一个误判 最近我们看见中国政府很多都是误判 现在我们把这两件事 加拿大都鲁多州地 司法部长被启退 然后跟这个捷克被挖回告这件事 连在一起 很简单 一个是加拿大的政府打算跟中国政府走近一点 另外一个是捷克打算跟中共跟华为离开一点 所以捷克被告 但这两个是同时发生的 现在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还没出来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预见 有可能加拿大政府损失的会非常的大 你跟中共政府走得太近 另外一方面 捷克政府如果他是真的继续的维持他现在的原则 我就不要你挖回来 他就维持他跟NATO 北大共 北 北约的关系 跟美国 跟欧洲的关系 他领导不要 跟中共的关系 那么 以后 哪一个 会有更多的收获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国安估计 在亚大解放面 集合党今年的10月的大选 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当然 加拿大政府的集合党 最近 只做了一两件事 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把 大麻 这个图品 合法化 这是加拿大总理干的 还有什么其他好事呢 没看见 这个也是 让加拿大自由党 今年 这个大选 非常难过的 如果10月加拿大的大选 换成保守党 那么呢 他就会马上 表态 告诉你 我就是 捷克 我就是 另外一个美国 加拿大的保守党 会这样子 好了 今天我们分析到这里 两件 好像 不太相关的新闻 但是都跟中国 华为有关 到最后 哪一个选择 都比较多 哪一个战都比较多 我们 往以后再看 谢谢大家 谢谢楠浩东